同学们大家好 这节课我们继续介绍关于Pensher函数的高级话题 今天我们介绍一下生成器以及迭代器 还有迭代器和列表解析 最后我们还做一个实例 就是对迭代的各种方法的一个计时测试 首先我们先来打开开发工具 从开始菜单中找到安装好的Pensher 2.6的IDLE把它打开 我们先介绍一下什么叫做生成器 前面我们学过了编写普通的函数 那么普通的函数我们收到输入的参数的时候 可以马上返回一个对象 就返回个结果 那如果我们编写一个函数 能够返回一个值 并且稍后还可以从它刚才离开的地方 仍然在继续返回值 这种函数就被认作是生成器 因为这些生成器会随时间生成一个序列的值 那从大多数方面来看 生成器函数就像一般的函数一样 但是在Pensher当中 它们是被自动用作实现迭代协议的 就是循环协议的 因此这个生成器只能够在迭代的语境中出现 那就不像一般的函数会生成一个值后退出 那生成器函数就在生成值后 然后把它挂起来 就是暂停 把它暂停不再继续执行 那么并且保持它的状态 那么直到我们再一次调用 调用next 然后才继续执行 所以生成器在被挂起的时候 会自动的保存它的状态 而且它的本地变量也会保存信息 这些信息在函数恢复的时候再再度有效 那生成器跟一般的这个函数之间代码上最大的不同 就是它有一个关键字叫YIERD 它会产生 这是产生的意思 产生一个值 而不是return一个值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开始动手写一个生成器 那首先呢 我们先来准备做一个 这个能够计算 传进来一个数字的 就是指定的一个 从0到指定一个数字之间的一个范围 我们去求它的每一个平方 每个平方呢 我们都把它这个做成生成器 做成生成器以后呢 我们在执行的时候 就会把它挂起 然后在那个需要的时候 再调用继续执行 好 我们定义一个生成器 跟普通的函数一样 要DF定义 起一个名称 这叫做计算平方的 G-E-N-S-Q-U-A-R-E-S 这是我们的这个生成器 括号 传一个参数N 冒号 那么这个生成器体里的内容 也就是函数体里的内容 我们就写一个负循环 I 因 因什么呢 我们传进来的一个N呢 是一个数字 那我们就从0到这个数字之间呢 开始循环 循环求每一个数字 每一个质量数的平方 那么就用一个R-A-N-G-E 范围 产生N以内的 N以内的所有的这个 一个序列 循环这个序列 干什么呢 我们就输入 就不是return了 这里呢 就是要生成 生成一个这个平方的值 Y-I-E-L-D 然后 生成什么内容呢 就用这个I 求它的平方 这里呢 注意这里跟普通的函数不同的是 我们这个位置呢 就不是return了 我们这个位置呢 是一个生成 就产生一个值 这个产生一个值以后呢 就会被挂起 这个函数会被挂起 就暂停 当我们再讲继续辞行的时候 我们就调用它的next 再求下一个 每一次循环呢 遇到这个值就会被挂起 就产生一个值 好 那接下来 定义完了以后 回车 再回车 这里就可以执行了 我们就循环 从 从第一 从那个5以内的数字 从0 1 2 3 4 5以内的数字呢 我们挨个看一下 它的平方是多少 那首先呢 我们这个生成器呢 会返回一个对象 就是生成器对象 它可不像函数一样 返回的是这个调用函数 返回的一个值 我们要的是这个 这个定义的呢 是个生成器 那我们 需要准备一个对象 来接收这个生成器 那我们就准备一个x 就是它等于 这个生成器 我们想要的生成器 给我们循环从0到 5以内的吧 就5以内的数字 然后进行求 它的每一个数字的平方 那我们就开始执行 现在这个x呢 就是一个生成器了 那我们在调用的时候 生成器呢 就有这个next的方法 我们就调用它的next 就开始对里面的 每一个数据项进行迭代 这个next是个方法 直接调用 第一个 循环的时候 5以内的产生的范围呢 是0 返回一个0以后 它就被挂起了 这里呢 这个产生了一个子 以后就挂起 挂起呢 我们还想让它继续执行 那就再一次调用 生成器的next 括号 又得到了一个1 继续 next 再继续执行 再继续执行 就是2的平方 是4 接下来是3的平方 我们这里呢 这里呢 敲错了 是next 我敲了一个netx了 所以重新来 next 括号 这回呢 是3的平方 继续 再敲一次 4的平方 因为它这个生成器里面 有一个迭代器 那么每次我们next呢 它就迭代下一个 当我们这里面呢 产生的所有的值 全部循环完了 迭代完了以后 那么就终止了 下一次 我们再调用x next的时候 就会提示我们 告诉我们这个文件 这个next 已经迭代器 已经被终止了 就没有了 就我们不能在next了 在next也拿不到数据了 所以呢 这个 一个生成器 就像一个普通的函数一样 但是呢 它不是return 而是这个关键字 y i e r d 产生一个值 那我们在调用的时候 这个生成器 每次调用next 然后就会产生一个 自行一次 产生一个值 就停掉了 产生一个值呢 就被挂起 我们需要的话 就继续调用next 一直到结束 就是迭代器中子 那如果呢 我们想要对这个迭代器 这个里面的每一个代码 重新执行的话 那我们再来一次 这个x 再重新产生一个迭代器 然后我们在这里 就来一个复循环 打印就可以了 循环 i in 因为它是有 它有一个产生的 这个迭代器呢 可以迭代 我们就可以用复循环 进行这个 循环 结果 嗯 循环 直接循环 这个迭代器吧 这样也可以的 然后在循环体里 冒号 循环体里呢 我们就print print 括号 第几个 i 然后逗号 后面连接一个间隔 搞一个冒号间隔 这样 然后就可以自行了 回车 再回车 我们这个print呢 忘了加这个逗号了 如果加逗号呢 不加 不加逗号呢 就一行一行的打印了 加逗号 重新来一次 重新来一次 我们加个逗号 这样呢 就打印到一行上 这样0 1 4 9 16 跟我们前面 这个一个一个的调用 是一样的 因为这个迭代器呢 可以循环 所以我们就用复循环 这样呢 就不会出现这种 那个停子体式 停子体式的这种跟踪 那要注意一点的呢 是这个生成器 是在Python 2.2以后 才可以用的 在2.2里面呢 还要用导入的语句 才能开启这个 循环 迭代的这个 使用 那实际上 那个负循环呢 跟这个生成器的工作 起来的原理是一样的 都是通过重复 掉用next方法 然后一直到 捕获一个 以偿为止 如果呢 如果一个不支持 这种协议的对象 进行这样的迭代 那么 负循环呢 就会使用 索引的协议 进行迭代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简单的 用一个负循环的方式 来构建我们前面的这种 获得的这个值的一个结果 好 我们接下来用这个普通的 负循环的写法来做 上面一个定义一个函数 构建一个平方的这个函数 SQUARES 括号 传进了一个N 冒号 那在这里呢 就是准备一个列表 RES 等于 中括号 然后我们开始循环 循环I 音 音的这个就用传进来的N的范围 R A N G E 括号 N 然后后面呢 这个循环体 我们就把它放到RES 点 APPEND 添加进去 求这个I的平方 信号 两个信号 R 这是循环体 最后循环完了 就RETURN RES RETURN回来这个列表 那么想打印的时候 我们就写一个复循环 X 音 就调用我们这个构建平方的这个函数 传进去一个数字 告诉它是5以内的 冒号 然后在循环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把这个X打印出来 X 逗号 连接 连接一个字符 冒号 后面呢 再加一个逗号 回测 字符的结果跟上面是一样的 这种写法呢 就用普通的负循环 那除了普通的负循环 我们还可以用这个列表解析 和MAPO的这个技术 MAPO函数 然后我们下面呢 用这个列表解析 也是用负循环一步搞定 循环 循环X 因 那么因什么呢 我们就写一个列表解析 产生的一个列表 每次呢 就是N 星号 2 除平方 负循环呢 就是N 因 这个R A N G E 括号5以内的 这样的一个列表 产生一个序列 然后循环 循环完了干嘛呢 我们在后面冒号 冒号后面呢 就去打印 这里呢 就直接调用printer X 逗号 冒号 再加一个逗号 自行 看它的结果还是一样的 这个是列表解析的方式来做的 就是这个 这个位置循环的这个对象 换成了一个列表解析 前面呢 这个就是循环 再前面呢 用的是生存器 接下来我们再用个MAPO 还是老样子 负循环 X 因 因呢 就用这个MAPO 来产生一个列表 序列 括号 MAPO里面呢 我们用个LAMD 表达式 我们要求平方嘛 就写一个 LAMBDA 红格 X 求X的平方 接下来第二个参数 就是我们的序列 要对哪一个循环 产生一个序列值 那我们就RANGE 括号5 然后接下来循环体 冒号后面就直接打印 Print X 逗号 冒号 后面再加一X 得到的结果还是一样的 我们用了四种方式 应该是这个四种方式 第一种生存器 第二种普通的循环 第三种是列表解析 第四种呢 就是这个MAPO 都能达到相同的效果 那实际上我们不管是用哪一种循环 哪一种这种循环的方式呢 实际上都是这个对这个序列内容产生了一个迭代 依次进行迭代的 前面呢 我们曾经学过一些内子的数据类型 那么内子的数据类型呢 设计了对应内子函数 这个迭代的就是ITER的迭代器对象 那包括字典 我们也可以在迭代中产生这个关键字的一个列表元素 我们回顾一下 比如说我们定一个字典 一个D 等于大括号 这个字典里面呢 是见值对的 A 冒号里面呢 是E 然后逗号隔开 第二个是B 里面的值呢 对应的值是2 再来一个C 逗号 C 对应的值呢 是3 这是一个字典 那我们想对字典进行迭代 循环的话 我们可以呢 用这个ITER函数拿到一个迭代器 放到这个X里面 X呢 就是个迭代器了 X就等于ITER 我们就对这个字典进行 从这个字典里取个迭代器 然后我们要循环这个字典中的每个元素 就调用X点Next 括号 然后第一个看到的A 再继续调用它的Next 括号 看到的是C 如果还要继续的话 X点Next B 再继续Next 没有了 这里呢 就告诉了 这个迭代器停止了 那同样 我们这个字典里既然有迭代器 能返回个迭代器 我们就可以用到负循环里 那就可以写成一个循环 负循环 循环拿到的每一个是这个键 K-E-Y嘛 我们就声明为键 因 循环这个D 哦 没写完啊 K-E-Y 因 D 然后冒号 循环了干什么呢 我们就打印 Printer K-E-Y 打印完K-E-Y呢 我们还要打印它对应的值 D 中括号 K-E-Y 回车 那我看到的结果呢 就是A1B3C2 这样呢 就迭代里面的每个 一个元素 那除此之外 我们也可以对一个文件 载入的一个文件进行迭代 前面我们也学过 循环一个文件 比如说 我们这里还没有准备文件啊 比如说 这个打开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呢 去指定一个位置的文本文件 比如说TMP.TST 那我们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 就可以打印的每一行 Printer 这个Line 那这个Open 这个打开一个文件的时候 它把文件里面的内容 也进行了一个 产生了一个序列 是一个迭代器 那么有迭代器 我们就可以循环 循环这个文件中的每一行 那我们前面介绍的 这个生成器函数 如果我们通过生成器 调用生成器函数 得到了一个生成器 那么这个生成器呢 它就支持了迭代器 那个协议 它只要支持了迭代器协议 我们就可以对这个生成器的 这个生成的结果进行循环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介绍一下 关于这个迭代器 跟这个列表解析 那在最新的这个 新版本的Path当中呢 迭代器和列表解析的概念呢 就形成了这个语言的 一个新的特点 那也就是生成器表达式 那从语法上来讲 这个生成器表达式呢 就像一个一般的列表解析一样 但是它是扩 它不是扩在方括号里面 它是扩在那个语言括号里面的 好 我们写一个这个生成器表达式 首先我们先写个列表表达式吧 先来写一个列表表达式 列表表达式呢 我们都知道了 会产生一个列表 产生一个列表的序列 那我们现在这个准备写一个 先写一个列表解析表达式 列表解析表达式是中括号扩起来的 那假如说我们让它产生一个数字的一个数字范围的平方 那么就X信号信号2 然后负 负 循环的每一个都是一个X 因我们就用一个范围简单一点 是以内的 这样的结果呢会产生一个列表 一个列表里面呢是0149 就是那个从0一直到3的平方 每个平方 这是一个列表解析的表达式 那接下来呢 这个我们说这个生成器 生成器呢也有一个表达式 生成器的表达式呢 是用圆括号扩起来的 但是生成器呢 返回的这个表达式返回的呢 就是一个生成器对象 就像我们前面在这里定义的这个生成器一样 那我们返回的呢就是像这样 那个调用这个函数返回的是一个生成器 好那我们下面就学习怎么样来写一个生成器表达式 生成器表达式是这样的 首先呢是一对小圆括号 那么圆括号里呢 我们还是以这个为例 这里面的代码呢 我们就不变先 这里代码先不变 咨询下来看看这个结果 这里呢就会告诉我们 这是一个生成器的对象 拿到的是一个生成器对象 好那我们呢既然拿到的是生成器对象 那我们就准备一个变量 给它那个准备一个变量去接收它 好我们声明一个变量就叫G 就等于把这个把这个生成器表达式写出来 它里面的内容呢跟列表 这个列表解析表达式是一样的 不过外面的这个框呢是用的呃圆括号 然后回车 这个G呢现在就是个生成器 那这个G生成器呢 我们就可以调用它的next也可以循环 比如说我们要调用它的next 第一次next括号 得到结果是零 再调用它的next 然后是1继续只能调用试试 调用第5试的时候就会告诉我们迭代器停止了 next再继续next就会告诉我们这个迭代器停止了 所以呢这种圆括号扩起来的这种 这就叫生成器表达式 它会给我们产生一个生成器 那我们也可以对这个产生的生成器直接循环 比如说我们写一个for循环 就循环num吧 in 然后写个小圆括号 一个生成器表达式 还是求平方 2的平方 不是那个数字的平方 循环x in range括号 这个还是式以内的吧 然后循环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print 搞一个这个字符表达的字符串 表达式的字符串 一个百分号s代表是字符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 逗号隔开继续百分号s 那后面呢在 这个单眼号的后面继续百分号 后面呢就是数据了 破号 这数据第一个是num 我们循环的数值 放到第一位上 到后面的 后面的呢 我们就拿这个num 再除以一个2 除以2.0 好 写完了以后 回撤开始执行 我们看到这个结果 那循环呢 一共是四次 0123 那么得到这个结果呢 先拿这个表达式计算出来 0得到 0的平方就是0 1的平方是1 2的平方是4 然后3的平方是9 那么每一个数值 我们在这里 这是第二个位置 又放一个字符串 就对应着它 那么这个第二个位置 放的这个字符串呢 我们是拿这个数值 除以2.0 得到的结果 就分别是 这个0呢 除以0 除以2呢 就又还变成了0.0 然后1除以2呢 0.5 然后4除以2是2 然后9除以2 4.5 这就是这个循环的结果 那我们在使用生存器对象的时候 一般情况下呢 是不会这样一个一个的next 去调用的 因为那个我们要想循环的话 next那个就不太合用 我们会使用这种缝循环 用缝循环的方式呢 让它自动触发 那这个生存器 这个生存器对象呢 就是用这个小圆括号 扩起来的 这叫做生存器表达式 但有的时候呢 也并不是说任何时候 都要加上一堆小圆括号的 如果我们在调用函数的时候 传进去的是一个生存器 那么这个生存器呢 如果是作为唯一的阐数传递 就可以不用加外层的 这个小括号了 比如说我们那些个函数 例如我们要对这个数字 进行求和计算 用这个sum函数 sum 那么求和的时候 我们就给它传一个这个 生存器 那这些生存器呢 我们还是找样子 在这里 就不用加了一堆小圆括号了 只有x 星号星号 2 这是求平方 4 x in r n g e 括号 是以内的 那这样的外层 有外层 因为调用这个函数 sum这个函数呢 只要求这个传一个阐数 那么传的这一个阐数呢 就没有必要再拿一层小括号 括起来了 这样呢 也就会得到它的结果 就是 0 然后149 加起来的结果 就是14 那如果呢 我们也可以调用其他的函数 比如说排序 sort 然后继续对这个结果进行排序 我们继续拿这个结果 放到这里面来 括号 执行的结果呢 就是一个返回一个列表 0149 按照顺序排序的 那有的时候呢 我们希望这个排序的顺序呢 不是这个从小到大 我们希望那个逆转 就是说从大到小 那我们继续调用这个的时候 我们就要指定它的顺排序 那个排序的这个方式 我们告诉它反转 REVERSE 就等于处 这个等于TRUE 那我们像这种写法的时候 这就不是一个参数了 因为我们这里前面呢 是一个生存器 后面的这个参数 就是给这 调用这个函数的时候 要传两个参数 那既然穿两个参数 它不是这个函数中 唯一的参数 那就要用小括号扣起来 如果是这个函数当中 唯一的参数 那这个生存器表达式呢 就可以不加小括号 就是在函数里调用 如果不是 就必须要加上 那么加上以后 再来看这结果 就是调转过来 9410 那除此之外 那个Mapal呢 也可以对生存器的结果 进行这个循环迭代的 那比如说 我们先导入MAS数学函数 数学模块MATH 导入了以后呢 我们准备调用这个MAS的球 球平方 准备循环 调用它的球 它的平方 平方根 那么就用MAT 然后第一个是函数 我们就调用 MATH的SQRT 调用这个函数 那后面呢 因为它不是Mapal中 不是唯一的函数 那后面这个生存器呢 我们就要用小圆括号 扩起来 告诉它 我们还是求前面的 室以内的这平方 就用这个圆括号 一定要扩起来 因为呢 在这里它不是唯一的阐数 然后我们再来执行 它的结果 这里错了 我们少了一个括号 这里少了一对括号 少了一个结束的括号 现在看到执行的结果 因为求这个 求这个每一个数值的 这个平方根 所以零的平方根还是零 一的平方根是一 二四的平方根就是二点零 然后九的平方根是三 就这样来显示的 好 最后呢 我们再来介绍一下 关于对迭代的各种方法的 计时测试 那我们都知道了 那个Mapal函数 可以进行迭代 支持迭代 然后我们的列表解析呢 也可以 得到的列表序列呢 也可以进行迭代 还有我们用到的生存器 它们都是支持迭代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准备做一个例子 就是看看这各种方法 在迭代的过程当中 哪一种性能就更好一些 就运行的速度更快 那我们准备 我们新建一个模块 选择文件下的New Window 新建一个模块 这个模块呢 我们给它取个名字 大小呢 可以挑小一点 这个大小呢 这个没关系 我们不用写那么多 少小一点可以的 在这个新的模块里 我们就是用来测试这个 这个我们每一个 每一个方式 哪一个速度比较快的 这个名字呢 就是测定词测试的 TIM 先加个注释 我们刚前的这个文件 就有名字叫TIMER SEQS.py 把它存起来先 选中这个文件名称 这是我们的文件名称 点击这个文件下的保存 这个存储的位置 我们就放到课程实验中 放到这个生存器和对迭代进行测试的这个课程实验 把文件名在这里尻上来 注意要加上扩展名 点PY 单击保存 然后我们就开始编写里面的代码了 那首先我们要这里要用到一些时间的函数 我们先导入 先导入一个是时间 TIME 另外一个呢 是内子的模块 SYS 导入这两个模块以后 接下来我们准备两个变量 REPS 1000 再准备一个大小 这个大小呢 就模拟我们要产生多少个 这个多少个元素的一个序列 就等1万 那我们要准备测试的四种方式 准备定义成四个函数 这四个函数呢 每一次都循环 这是1000啊 每一次的执行呢 我们都准备让它执行1000万次 外层的循环呢 循环1000次 每一次呢 调用函数呢 都产生1万个这个元素的序列 这样呢 我们就看看 比较一下 看看我们那个每一种方式 它用的时间是多少 好 这是先准备两个数字 就是用来设置这个循环的时间的 和产生的这个 产生的序列的个数 然后接下来 下面呢 我们就开始定义 定义函数了 先写一个测试的函数 D E F T E S T E R 这个函数呢 因为我们要准备对四种方式进行测试 所以我们就这个接收两个参数 第一个 F U N C 就是要调用的函数 第二个 是一个可取 那个任意的参数 新号开头的 A R G S 冒号 在函数体当中呢 我们就先记下来 这个开始执行这个函数的时间 准备一个变量 S T E R T Stat Time 开始时间 开始时间呢 我们就调用 T I M E 模块的这个函数 T I M E 获取当前的时间 这是记下来开始的时间 然后接下来 我们就开始一个循环 副循环 I N 那么循环多大范围呢 多少次呢 就是这个 取一个R A N G E 括号 这个括号呢 这个大小就用我们前面准备的 这个1000变量 1000以内的 从0到1000 那循环的过程当中 每次循环呢 我们就去调用传进来的这个函数 F U N C 然后把后面的这个参数呢 继续传进去 信号 ARGS 传过去给它 然后接下来在循环体里面呢 循环体里的内容就结束了 就是循环1000次 调用这个函数 那循环完了以后 我们得把这个时间记下来 我们再准备一个变量 E L A P S E D 就是我们这次循环1000次 调用这个函数 循环 执行了1000次 用了用了多少时间 用的这个时间呢 就等于我们的系统当前时间 TIME.TIME 拿系统的当前时间 然后减掉我们记下来的这个开始时间 得到的结果 就以秒为单位 就是我们的用 所用的时间 最后呢 这个这个函数里 就把这个算出来的用时返回 Return Return这个时间 这就写完了 定义了这个测试函数 那接下来我们前面呢 说过有这个四种方式进行迭代 接下来我们就把这四种方式 写成四个函数 第一个我们就用复循环的语句 D F 就写个循环语句 F O R S T A T E M E N T 循环语句 那这个循环语句当中呢 就先准备一个返回的结果 那就产生一万个序列 执行一万次 这样两层循环下来呢 每一个函数执行呢 都会执行一千万次 每一次都是一千万次 那在这个循环里面 我们就把每一个字X放到那个R E S中 调用它的APPEND添加 把这个X添加到那个列表当中 这就是第一个函数 接下来再写一个函数 再写一个函数呢 就是用列表解析方式来循环的 那就起个名字就叫做L I S T C O M C O M T R E H E N S L N 括号冒号 在这个函数体当中呢 我们就用这个列表解析的方式 构造出来一个列表 R E S就等于 重括号 然后是A B S 括号X 取它的绝对值 Full循环 循环的目标X 因R A N G E 括号size 这就产生了一个这个列表 放到这里来了 其实我们没有返回啊 就是产生一个列表 创建一个列表而已 第三种方式 我们用MAPR的方式 M A P F U N C T I O N 括号 这是MAPR的函数 在这里 我们就让R E S等于MAPR产生的列表 MAPR括号 都要用A B S 那么循环的这个序列 就是R E N G E 括号 这个也写完了 这是第三种函数 MAPR函数的方式 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生成器的这个表达式了 那么生成器的表达式呢 我们让它产生一个列表 所以呢 就用List函数包装一下 D F 取个名字 生成器表达式 G E N E R A T O R E X T R E S S L N 这是我们的函数名称 冒号 在函数体里 我们就让R E S等于List 这个List呢 产生一个列表 那列表里面呢 就用一个生成器表达式 那生成器表达式里呢 就是A B S 调用X Full 因为只有一个参数嘛 就不用再加一层括号了 循环X 因R A N G E 括号Size 这样呢 就完成了 这几个函数 这四个函数呢 是我们要测试的 这四个函数呢 分别用循环 列表解析 还有Mapper函数 以及这个生成器表达式 来完成的这个循环 每一个呢 函数都是执行1万次 那么上面这个循环呢 就执行1000次的调用 1000次调用一个函数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要准备去测试这四个函数 看看哪一个时间快 然后测试的方式呢 就把每一个函数当作参数 传给这个测试方法 好 下面呢 开始 在下面我们开始执行了 Printer 先打印 先打印一下SYS 就是内子模块的版本 VERSLN 然后接下来 下一行呢 我们就准备一个原主 TESTS 就等于括号 这个原主呢 就分别把这四个参数 放进来 第一个是Full循环语句 逗号 第二个呢 是这个列表 列表解析的这个表达式 产生的这个列表 然后第三个是Maple Function 第四个 就是我们最后一个 生存器表达式 把这四个函数名称传进去 产生一个原主 叫TST 然后接下来这TST呢 我们就开始循环 循环每一个 就叫TST Function 因 循环的这个原主 TST 在循环体当中 我们就print打印 打印什么呢 就先拿出来 这个函数对象的名称 调用它的下划线 两个下划线 NAME 然后再加两个下划线 这是先取它的函数名称 这个函数名称呢 长长短短的不一 我们去调用一个方法 去把它补齐二十个字符 用空格补齐 LGUST 括号二十 也就是呢 那个右边是对齐的 从左边开始 每一个呢 都是二十个字符 不够了 就用空格补齐 然后接下来逗号 再接着打印 打印字符系列 一个等号 一个大于号 就是这个等号 大于号左边的是函数的名称 等号大于号右边的呢 我们就去执行看看这个测试的结果 测试结果呢 我们就调用这个测试函数 在这 这样测试函数呢 要把每一个函数传进去给它 让它执行 那我们就把那个这个TST 方式传过去给它 后面的参数呢 是任意的 我们就不给了 然后就可以执行了 这个后面的打印呢 就会速度会稍慢一点 保存一下 点击文件中的保存 然后我们就开始运行了 运行呢 直接点这个上方 我们模块上方的运行菜单中的运行模块 就可以了 我看这里开始运行了 第一次呢 是循环语句 用了2.17 这是 这是那个时间 执行了1000万次 然后下面的这个生成器 是用了2.4 2.4 但是每一次呢 都不一定这个时间刚刚好的 那我们也可以再执行一次 再执行一次呢 回到这模块 再运行 再运行 这时间呢 就会略有出入 但是不管执行多少次 那么留意看一点 那我们的生成器的这个表达式 目前来说呢 它用的时间是最多的 那么其次呢 就是这个循环语句 但也不是绝对的 有的时候这个循环语句呢 反倒是会慢一些 就它们两个呢 都是效率最低的 那么最快的 速度最快的 就是我们的这个Map函数 它的速度最快 其次呢 就是这个列表解析表达式产生的结果 那么相对来说呢 这个生成器的这个表达式 和这个循环语句 它们俩的效率呢 还是比较低的 那我们要知道呢 就是这个生成器表达式 它实际上运行起来呢 会比这个列表解析速度 和这个Map函数速度呢 要慢一些 但是它也有它的优点 它的优点呢 就是把内存的需求 降到了最小 就是说这个生成器表达式 它虽然是速度会慢一些 但是它内存呢 用的最少 但是呢 随着这个时间的不同 这个它相对的性能 也会有所不同 所以呢 我们你那个 如果用这个Pension不同的版本 那你可以还写这样的代码 来测试一下 看看哪个性能 就更好一些 但是总的来说呢 这个速度上 还是这个列表解析 和Map函数会快一些 然后Full循环呢 跟这个生成器表达式呢 会相对慢一些 好 那今天呢 关于这个函数的高级话题 生成器 迭代器和列表解析的 计时测试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再见 Map准数的高级话题 感谢 Map准数的高级话题